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图布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讲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细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看了一个列表 这节课咱们来完善修改的一个操作 来 我们打开我们的程序 看一下布克里边修改是在这块 但是修改的界面我们是通过这块传过去的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块就应该把IT传过去 就知道修改哪条记录 但修改的界面又和添加界面是不相似的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把添加打开 偷点了 把整个文件烤过去 放到修改里边 这样的话我们不用再去写表达了 对不对 然后 一有提交 我们 还是操作 对不对 我们把语句重新写 删掉 把页面重新规划一下 头和尾都不用变化 对不对 只要把添加图书变成修改图书 下面添加两个字变成修改两个字 是不是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图书列表 现在假如说我想修改第四条记录 一点修改 这里边是不是跟添加一样的 修改就得把原数据拿过来放在这 然后我们在原值上进行改 这才是修改 对不对 所以我们得在这个地方告诉 假如说我也想让它在本页面去操作 对不对 那修改是点一面提交 然后到这里来 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上来 我们要先获取什么 获取一条记录 select 等于select id 然后book name 还有 出版社 出版社 作者 价钱 对不对 图片我们也需要修改 我先拿出来 对不对 整个图片当然没错了 然后 对时间不需要修改 如果想需要修改时间把时间取出来也可以 对不对 一般的咱们还是用添加时间比较好 因为只是其他的有问题 对不对 如果想修改时间的话 你也可以跟这个做法是一样的 分从哪个里边 从books里边 然后 wire条件一定要加 id等于传过来的 id 我们用get 传过来的 对不对 get id 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过去的是哪一条记录 对不对 然后我们执行这条文件 执行 request等于买secure 下方线QERY 执行到达secure 执行完之后 我们可以把用list 把这些都转成变量 id 对 book name pub lish 出版社 作者 作者 价钱 图片 还有 描述 对吧 等于 买secure 下方线F-E-T-C-H 下方线 这就不用循环了 因为只获取一条记录 对不对 row 从结果机里边 到isut 是不是结果机里边 获取一条数据 如果id不存在的话 我们这会做一个判断 或者是记录不存在 或者是没有数据的话 我们就不过去 听懂吧 所以这话我们最好是 插心记录 用这个去获取 做一下 如果 什么 买secure 下滑线 num下滑线 row s w reicud 大于0的时候 说明有记录 也就是ID我们查到了 对不对 我们在这块 采取执行 否则的话 我们直接输出一个提示 对不对 没有对应的 没有对应的数据 如果有插出来 插出来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每个表单里边去 那之后就兼顾问号 pp 问号 兼顾 iq 每一个里边都有 所以呢 我就粘贴一下 然后 然后这里边 iq 名 book name 还有出版社 p p o b l if h 还有 坐着lth o r 还有 pa ri c 价钱 图片 图片 我就展示临时写在这块 这个咱们都就需要后期处理的 因为图片单位上传了 描述 DETL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回我们再回到图书列表 我们想修改第四条记录 点一下修改 看一下是不是原数据就回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上面修改 是不是就行了 对吧 但是修改原数据是回来了 我想把它一点修改按钮 提交给本页面 我们需要在这个里边 什么修改 数据库中的数据 是不是在这座 我们条件也得是ID去修改 但是我通过泡的提交 这里边没有把ID传过去 所以我们一定要加个隐藏表单 把本身这条记录的ID再传过去 我们才能按ID再修改 所以这块必须加一个 input类型等于隐藏表单 HIDDN 然后内部等于ID 微溜值等于 把ID给它传过去 这不用加了 因为它是隐藏表 但是看不到的 对不对 那上面这块是 上面这几条记录是 过去 对 要修改的那一条数据 对不对 显示 现在我们假如这一提交的话 我们是不是得写个色课语句 把它修改数据过 对吧 然后我们$4 Circulate等于 update 你哪怕只改一个 那我没法判断你改的是哪个 所以修改的时候就要所有的技术都更新一遍 所有的技术都更新一遍 更新修改表 book对吧 然后设置 ID是不用动的 对不对 然后你们ID又不是不能传的 book设置什么 book name等于 到了下方线post传过来的什么值 对吧 然后我们每一个都这么写 这话book name 这话是传过来的book name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是出版社 P-U-B-L-I-S-H-E-R 这话我们也加上 P-U-B-L-I-S-H-E-R 然后再是A-U-A-U-T-H-O-R 作者 这话我们同样加上 A-U-T-H-O-R 作者 然后还有什么 价格 价格 P-I-C 这话我们也写着 P-I-C 然后还有图片 对吧 图片 P-I-C 那我们这话也就直接用一个P-I-C 临时写 对不对 然后这话我们用 D-E-T-I-R 对吧 然后 D-E-T-I-R 这样的话我们就把所有的除了时间 是不是都放到社会军里了 用R-E-S-E-R-T 它成功的 并且什么 看你需不需要判断影响行数 对不对 假如说一条技术都没更改 还是原数据 是不是就没影响了 技术没变 没变的话就是不成功 咱可以这么做 那就用MySQL 下号线A-F-F-E-C-T-E-D 下号线R-O-W-S 影响行数如果大于0 C-Q一句没错 并且数据表有修改 我们这话就输出一个 修改成功 否则的话我们就输出 修改失败 这样可以吧 修改哪条 一定要加R-E-R条件 不加R-E-R条件的话 对 所有技术都修改了 R-E-R条件ID等于 到了不小心 POSE这件本传过来的ID 对这条一定要记住 应该是全部字段都要修改 对吧 这样的话我们这几步就做完了 先获取数据再修改数据 对不对 当然你可以放在其他文件里边 再跳转回来也是可以的 不一定都写在一株文件里 当然只是这样好操作对不对 当然以后有框架或者是 MVC模式的话 像这些步骤都可以省略 也就是咱们敲的这么多代码 一条代码就可以搞定 这些也是一条代码就可以搞定的 对吧 来我们运行一下 图书列表我们还是修改第四条 过来对不对 假如说我把AA改成 细说 Linux 点一下修改 数据修改成功的 修改成功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图书列表 不是在原技术修改的 而是添加的一条技术 看到了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呢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 因为我们表单提交错了 没提交给MOD自己 而是添加到爱的了 我们可以把这个提交给本颜面 你可以空着不写 听到吧 最后我们再修改第四条技术 把名称我只改一个 哈喽 看下修改 图书列表 是不是有哈喽了 对不对 假如说我们 不用哈喽 比如说把那价钱人员修改 你可以修改多次段 比如这话是哈喽值 100块钱 对吧 作者是Word 然后描述这块 当然描述这块看不到 修改界面也是查看详细的一部分 对不对 没有对应的数据 咱们应该修改 是修改成功了 但是没有对应的数据 是不是也显示出来了 对不对 现在你看Word修改成功了 对不对 咱们得把没有对应数据这块 这个地方对不对 你看上来的话 咱们默认修改的话 是不是 对 这条记录的话 它不是刷新对不对 所以咱们这块得用一个判断 最好是在修改页面 也就是列表页面这块 我们加一个动作 告诉用户是去修改了 和刷新是不一样 所以我们这块加一个 什么呢 Action等于 MOD MOD 在并且 对不对 然后我们在这块 只要判断一下就行 你锁进去 因为只有传过来的话 我们才取数据 直接刷新不取数据 对不对 所以判断 如果 H side 有传过来 GET 里边有Action AC TLN 有Action 对吧 有这个 并且 刀断扶下方线 GET 里边的谁 Action 是 等于 MOD 我们才做这个事情 对不对 所以我们再刷新一下 你知道 比如修改 看到这块对不对 111 修改 是不是只有修改成功 没有刚才的字样 所以看到的问题 咱们就得处理一下 对吧 这就是修改 我们再看一下修改 我们还有其他就是需要做吗 除了修改图片的地方 咱们后期需要优化的 大起的功夫修改 咱们是不是就完成了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修改文件 需要做的事情 大家以后在写修改的时候 就可以参考这种方式 对吧 过程化是这样的 面向对象不是这样的 咱们说了 像这样的重复的数据 咱们可以把它变成一条一条 当然了 你现在也可以把修改的过程 把它写成一个方法 然后一个调用试别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 下这课咱们 主体功能 差一个删除 下这课咱们介绍 如何删除一条数据 好 再见 拜拜 初学者在学习一门编程语言时 总结能力非常差 胡乱学习 对学习的内容和方法没有掌握 对行业的发展毫无了解 对自己的未来也很迷茫 为此 封哥推出每天60秒语音 为你答疑解惑 加入封哥微信公众账号 让学习成为一种习惯 用微信扫描二维码 或者搜索高楼峰兄弟脸 出来一个高大威武 有内涵的帅哥就是我了 点击关注 我就会天天骚扰你